今天是香港沒有格仔 今天是2月8日 今個星期 每個人都在說張婉婷 樹肉靜而風不適 因為現在事情不斷發展 雖然張婉婷決定了 現在停播 他之前的態度是先做好溝通工作 已經停了三天 先跟阿檸聊聊天 看看可不可以說得定 之後的事情是之後算 現在是暫停的 別說是燒毀了電影 其實我留意到 有很多人看過這部電影 覺得很不捨得 很可惜 其實也是電影日 今天來說 剛剛我們見到王秋生 有些過往跟張婉婷比較好 就算不幫他也好 真的沒有出聲 我昨天又聽了陶傑、霸偉聰和鄧小華 的節目 去辯論這部電影的問題 其實都頗有火花 霸偉聰的表現 令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未見過他這麼勇 尤其是他用電影人的身份 就是他講 拍這部電影的難處 第一時間跨道長 第二主角太多 六個主角 六個主角 你要管理他們的情緒 就是他拍戲 以及他本身是不容易的 而且他們也是女生 女生是比較情緒化 可能有些女生聽完 真的不太開心 所以很難搞 還有一個最大問題 就是你不是用錢 去維繫他們的關係 要是他們 大家都是義務 幫學校做事 如果你是用錢 簡簡單單 就是一賣一賣 收了你的錢 就做多少事情 這個我以前用了一部電影 去做比較 那部電影叫Boyhood Boyhood這部電影也是很厲害的 這部電影是荷里活的一部電影 時間跨越了十年 就是這部電影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這部電影 就是這部電影 Boyhood 都拿了幾多分 在IMBD那邊 7.9分 拍攝的時候 年輕人這麼小 然後 拍攝的時候 年輕人這麼小 其實他是一個離異的家庭 失婚的家庭 父母就離婚 然後就很無奈 其實這個很反映 美國人的生活現實 就是很多家庭 都是離婚 然後再婚 長大之後就是這樣 由他剛才小時候 小時候 那時候用了Macintosh 這些電腦 他小時候是這樣的 然後就是他 這個就是他 原本的父母 之後 因為離婚 離婚之後 兩個子女 跟了他媽媽 然後就有後父 那時候 其實是很無奈的 小孩子 其實是很無奈的 小孩子 你要跟父母 每一個小孩子都不想 家裡支離破碎 就說他們怎樣去 克服他的生活 即是他父母 即是他原本的他父母 就偶爾找他出來吃飯 說家裡怎樣 整個時間 是跨道十年的 這個人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Aidan Hawkey 這個人 他有拍過 又是一個 叫做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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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rise 又是跨道十年的戲 其實這套戲 跟現在我們所說的 級十九歲的我 非常之不同 剛才我們說的這一套 真的付錢 真的有劇本 在這裏 只不過 所有人 都是用十年去拍 那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妹 然後兩夫婦 再加上後腹 是用十年去拍 真的用錢 不是說什麼 這些什麼 你說的 級十九歲的我 本身這一套 講到明 就是為了 幫英華女校籌款 起泳池 新校社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才有這一套 所以當初 你說的 那六個女生 十一二歲 那時候簽 簽一張通告 拍你們 然後就 整個叫DVD 希望就是說 圍內大家看完這套戲 OK啦 然後才 派回DVD 給大家籌款 不是的 你派看完這套戲 其實已經是很厚的事情 我記得 他之前跟陳志韻 在一個節目那裡說 其實他在上的時候 他在最後一刻 在最後一刻 在最後一刻 上的時候 才叫他們 一起去看 其實那個時候 已經改不了 已經是 不能去說不 已經是 這個就是 先斬後奏 而陶傑說什麼 陶傑說什麼 其實跟林作很相似 我懷疑林作 就是幫他 就是放棄球 其實是 林作一早跟你說 是老爸老母的問題 是家長的問題 陶傑又是這樣說 大哥 他是在光明頂 甚至乎是 簽賣身契 簽一張回條 就叫做賣身契 很危險 你以後 學校有什麼通告 回條 你什麼都不要簽 所以很危險 然後 他就說 你簽了韓聲方 簽了就簽了 你不能反悔 之類的 我們都說過那個問題 你不可以這麼而稀 你跟別人十年去拍 你是侵犯了很多人私隱 私生活的東西 為什麼跟剛才我說的男生很不同呢 人家真的是一個 拍戲作拍戲 是有個劇本在的 現在這部電影 是拍別人私生活 很多東西是很糾纏不清的 這個本身就是他奉獻自己私隱出來 他大概是未必想面對的 但是 你說 你出了DVD 都會被人看的 為什麼不可以給多些人看 然後我們圍海學校 我們圍海學校的校友一起看 然後籌款 那圍海學校籌款又可以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可以放上電影 你說戲院公映 這個 我容許我用一個比喻 大哥 就算做雞 都不像拍AV 為什麼有些人 做雞OK 不肯拍AV 為什麼 不想被人知道 就是 那是一個俱樂部 做雞 但是你拍AV是全日本人知道 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那你想不想這麼多人知道 這件事 這件事 是侵犯到 他以後 你想想 他會影響他的生活 因為他可能要結婚 一點點 那你虎之月頭牌 那些阿君倒 就在拍AV 再做雞 沒問題的 但是問題就是 別人會介意才可以 他這個層次才可以 是啊 很簡單 你現在阿蛇 他被人說收兵 打老母 又打老母 又收兵 你被人說你收兵 那會不會影響他以後 找男朋友的選擇 每個人 想開始一段新的關係的時候 都想保留一些私隱 起碼 你讓人家像揭禮物一樣 一天揭一張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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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地 這樣才會令對方落搭 但現在你落搭的過程 沒有了 他知道你以前 那麼喜歡收兵 令到他自己 我當是拿他做例子 他是不是認識男朋友的機會少了 那些人看完 那一刻 沒什麼 一部電影 沒有什麼 沒有批評 非常好拍鬧手掌 就是藝術巨主 就是電影巨主 沒有什麼 但他對個人來說 不公平 另外好像Madam 那樣 Madam被人說 以前 不是以前 現在都想考警婆 現在都想考警婆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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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會被人罵 又是被批評 那樣 一定會有的 我這樣說 有些警婆 或者有些警察 做完警察之後 又是想追求女 都告訴別人 自己是消防員 真的有的 其實最好 張遠亭應該 幫警察 派一套 亞瑞 追求女 你不要說 19年 2014年 已經是這樣的 那些警察追求女 就是說自己是公務員 不敢說自己是警察 試過 試過的 不是開玩笑 那你想想 Madam 她想認識男朋友 突然間 她公開跟別人說 我的志願要做警察 整件事是很嚴重的 你想想 今時今日香港 你說你是警察 我不夠膽 笑鬼你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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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安法 但問題就是 我會和你敬而遠之 如果全世界都知道 原來你立志做警察 而且你是成功考到的時候 是啊 那所以 這套戲 如果你說 紀錄片 和劇情片 本身兩回事 這個 就是 鮑偉聰 和陶傑的分別 陶傑 就是兩件事搞不清楚 鮑偉聰就說得清清楚楚楚 現在我給你們一個例子 就是 鮑偉和 這個級十九歲的我的分別 鮑偉很簡單 他拍一套戲 人們不會覺得 那套戲的距 是他真正的距 不會將他定型的 等於 小柏林 以前拍過很多戲 你都會對他的形象有定型 但那不是真正的距離 是吧 即是他雖然現在很威武 做了這個督察 香港四大惡人 你例如何家駒 黃燒 那些 大哥說他在鏡頭面前 是個人渣 但是聽說 他們一關遊戲 他們就到處請人吃飯 很好人的 那陶傑就經常拿一個名言去說 就說雞蛋既然好吃 你就不要理他怎樣來 是的 觀眾是可以這樣的 譬如你說 我吃KFC吃得很開心 但是有很多坊間的留言跟你說 KFC那些雞蛋真是很恐怖的 有六七雷役 打針雞 打針雞 是很殘忍的 即是在輸送帶裏面 滾下一個什麼 那些攪盤 那些攪盤 那些攪肉機 不斷尖山攪死他 即是如果你經常想這些 你就不要去吃KFC了 但是如果同期這句說話 你買他就很危險 其實他就等於他認同了 就是張遠亭那種不擇手電的思維 可能他認識太多電影人 那些電影人 全部都是這樣 踩界的 明白 所以其實呢 我在這個踩界的問題上面 我都留一線 即是老蕭都說 你說以前蜜當傑那些拍戲 還更加不擇手段 沈威 散港奇兵 直接用真火燒他 你不敢燒他的話 沈威有時真的會給你看 沈威有時 是啊 另外呢 有一件事 你也是自己拿來的 喂大哥 你那個 張遠亭都已經斷正了 他自己說的 他在這個903881那邊都說了 我們是很威武 裝了自己的permit 拿進去的 去訪問李慧斯 那現在你突然間 你說你自己有permit 那你爆那個 找了一個 透過當時香港單車聯會的前名 御秘書長陳仲宇 去邀請李慧斯 完畢之後就接受訪問 說一下自己參賽經驗 去鼓勵馬燕瑜 那樣 用英華女學校紀錄片攝製隊的名義拍攝 那麼 最後呢 其實這個 好像是 現在這個 香港單車聯會 就反駁了 喂 這個陳仲宇 喂 關了路塵 而且 李慧斯 他在Facebook裡面 其實都 去悼念他 很傷心 這樣 其實我不知道 現在單車聯會 知道了 首先是沒有名譽董事這個名字 第一 就是沒有名譽董事這個名字 沒有這個職位 第二 陳仲宇已經不在了 死無對證 為什麼還要拼命呢 其實 斷正 你冷處理了 再不是 叫張遠亭 說他Sorry 就算了 大哥 為什麼你為事到 我們星期日 那段時間 他已經寫長文 反駁張遠亭 是啊 那 另外 黃秋生 又出聲 黃秋生 就是支持張遠亭 但是我覺得黃秋生 說的事情 似乎 就不太知道 那個情況 或者 他自己是一個電影人 那個instinct 去評論這件事 電影人 去評論張遠亭 如果不是跟他有過節的 多數都會同情 理解的 因為 做電影的 真的需要一尊空子 不擇手段 我見有些 一些 之前做過攝影師 做過記者 的一些YouTuber 其實都傾向支持 張遠亭 他們的想法就是 創了一個好的作品 有時真的會有這樣的狀況 你沒有辦法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都可惜 例如你說 House of Cards裡面的主角 Frank Underwood Kelvin Spacey 我覺得他是飾演 那麼不擇手段的總統 除了他之後 很難找到其他人去替代他 我也覺得 如果 最好是不好 我也覺得很可惜 如果你要拿去私生活 然後DQ他的電影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 而結果 House of Cards第六集 其實是非常差 沒有人看的 那些評論是差到不得了 我覺得很可惜 又跟這件事有沒有比較 很多人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很想知道 究竟他們 覺得 看完這部電影 然後知道現在 張遠亭爆出的風波之後 他會不會 斷了他原本對這部電影的 價值判斷呢 即是這麼說 這部電影 如果你說他帶出來的世界觀 是很正面的 再說一次 我們雖然沒有看過 但是我歸結很多不同的人 去看這部電影 而講的評論 是覺得很觸感的 是很觸感的 是很受感動的 包括很多校友 就是這樣 那 就是 你 帶出這個訊息 尤其是講英華精神 即是講他那個 用愛來浸死他 即是 你說充滿愛的一個校園 很重視個人 很人本 昨天我也是同一個 即是英華的舊生 講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電話 其實都 他都說 他就不同理 其實他就是 對校長 對阿錫校長 他們有感情 他都覺得 學校有問題 那個問題 即是好像 徐紹華那些說法 他是 放任張遠亭 完全做了所有事 然後 自己做一個 就手旁觀的幫兇 即是他完全相信張遠亭 完全相信張遠亭 令到張遠亭 在學校如日無人之境 那反而 就 徐紹華那些 就猜得很重 你這樣說法 事實上是 事實上是 那 你 大哥 你是濫用人的信任 這個就是陶傑的問題 你簽了 合作案 埋身契 埋身契 埋身契就很不人本 本身就 埋身契 即是當人家是豬仔去賣 學校通告 一向我們的印象 都沒有曝光的 即是以前 就是 留下要練球 你趕快拿張通告 跟老爸老母說 老爸老母的印象就是 你今次三點鐘放學之後 練球練到七點而已 我沒有想過原來你成季都是這樣的 是 那老蕭怎麼說他呢 那就是 他有一個反駁 這件事 concent form 就不等於埋身契 第一 第二 這套戲裡面 提及 佔中和反送中 的一些情節 其實他折射到 時代背景 由小見大 由大而看回我們自己 而關照自己個人 如果你說 你突然間DQ了 很可惜 但是老蕭的說法 只是提及 他沒有評價 他提及 就覺得 神聖不可侵犯嗎 這個他有懷疑 第三 就是說 學生應該犧牲少 我完成大我 這個也是 這個監人乃厚 等於 神經病 第四 就是說 現在 每個人都在罵 張婉婷 很民粹 影響重俗自由 老蕭很快地說這幾件事 但是 黃秋生說什麼呢 黃秋生 我覺得 又是那種 電影人的盲點 他 又是覺得 拍戲就是這樣的 電影的世界就是這樣的 但是 都說 如果說電影的話 你就不應該 拿這個級十九歲的案子來講 你拿《Boyhood》來講 剛才我講的《Boyhood》來講 就是說 你講錢 我寧願你用錢浸死他 比你說是用愛浸死他 現在陶傑的說法 就是 賺錢搞定 是否可以呢 錢是骯髒的 但是本質也是用錢搞定 你就按個名字下去 就說 用獎學金來解決 行不行啊 Kalhau Frederick 網友 現在在Check Room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啊 公開放映 其實變相 這幾個女生 是不是有片籌收 是的 千多萬 他們很大 每人都分回萬嶺 大哥 那十年 這麼痛苦 每天都被你對著 嗯嗯嗯嗯嗯嗯 這個就是 你覺得很不公平啊 大哥 真的 你這樣要別人犧牲這麼多 其實 然後